这一颗是讲一些化学系统的应用 这一颗主要有很多定义 所以我基本上就会去照着书念 因为比较懒 第一个是这个 10.1 如果A是一个N成的矩阵 并且H呢 H被定义为HX等于A乘上这个X 然后让S比乘一个可求长级 那么让T定义为H在这个可求长级的像 就是所有X都在这个S里面 T就是这个像 那么 T呢它首先它是个可求长级 也就是它的Volume 它的体积是有定义的 并且呢它就是等于 它的行业实在绝对是乘上VS 好 那么它的证明呢 我们就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 如果A是可逆矩阵 就是Non-Singular 它是可逆矩阵 那么 那么就说明 这个Determinant A 它其实是等于什么 A就等于DH Determinant DH不等于0 同时呢这个H呢 它肯定是一个什么 C什么 C2 它肯定是C光滑函数 C不穷 那么 根据这个 8.2 还记得8.2吗 就是 如果这个函数它是单摄 并且它的这个 这个 对吧 是Non-Singular的话 那它这个 相机也是个开机 并且呢 这个Inverse呢 是C2 也就是说 H是个什么 H是个微分同胚 它就是个微分同胚 那么 既然它这个微分同胚的话 我们就有什么 对吧 就是微分同胚的一个性质 并且呢 什么 这个 这个 T呢 是 Rectifiable 因爲什么 S是 对 就是跟这个微分同胚的定义 应该是这个 18.2 好 那么 VT呢 等于什么 它被定义为这个 对吧 它呢 又等于 它 对吧 然后呢 它又等于什么 Determine D 这个是根据这个什么 换远积分地理 Change of variable 对吧 对吧 它呢 又等于什么 Determine D A 对吧 那这个A呢 它又不就是一个函数 它只是个常数 就可以把它提到外面来 对吧 那这个A呢 乘上什么呀 V Interior S 对吧 然后呢 这个Interior 其实可以画脚 因为S 它已经是个可求长级了 对吧 所以 这个 就OK了 得证 那如果A是什么 Singular 就是它没有逆矩症 它没有逆矩症 那么这一步呢 就可以说什么 那么就说明 它的行列是等于0 那它的 值呢 它的Rank呢 是小于N的 所以根据线性代数的值 我们也有H 而N呢 它是 这是 对吧 然后它呢 是小于N 好 那就是说 所以说 HS呢 它在RN里面是零侧路级 同时呢 好 然后呢 因为S是Bounded T also 它也是个有结局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 HX 兼HA呢 它的小于等于什么 X-A呢 又是Bounded 对吧 C 那你这个是什么 对吧 你这个还抱着是 对于任意的X 和 在Fix 一个A 对吧 好 这部声音为 S 是有结局 所以说 TP 也是有结局 那它是一个什么 紧急 对吧 同时呢 1T Continuous 对吧 对吧 那我们这有 它就等于0 对吧 你这个还说 因为它是什么 这个是Bounded 它既然是邮介的 它既然是邮介的 那你 你可以用一个长方形给它盖住 你给它Cover掉 然后在你一个长方形就考虑这个 你考虑这个开长方形 对吧 全体不管怎么样 就能得到 它的A 对吧 那么就说明 这个就等于VT 对吧 等于凌晨 VS 得证 好这个定理就证到这 然后 然后 这里有个定义 叫Parallel 就是平行六面体 就是说你选K个线性无关的 然后呢 你定义它K尾的这个 这个Parallel 等于什么呢 等于所有的X 这个 这个 你可以表现 表示成它的这个线性组合 那每一个C 每一个这个系数呢 都是在0和1之间的 就是形如这样的 数数的X形成的一个构成一个集合呢 叫做 就是你看这个图嘛 你这个是一个集合 这两个 对吧 它加一点它 再加一点它 对吧 无限的 和一点它 加一点它 但是 就是 你复杂这个锁的面积 那这样一个集合 就是一个Parallel 那你这三维空间也一样 对吧 你的不管几个键量 只有它们是线性无关的 好 那么这个 20.2呢 就是说 你这个Parallel Pipe的这个 Volume 就等于Determine A 就等于这一个 它的一个行李室 对吧 它一个Volume of this 这个东西呢 好 那么这个是 20.2 20.2就是你让 你考虑HX 等于HX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从这个集合 映射到这个集合 满射 所以说 根据我们之前的上一个定理 我们就来说 什么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体积 就等于什么 乘上 这个等于1 对吧 那就证完了 这不是我们的公式吗 然后剩下的就是 剩下的都是一些定义了 就是 一个NTPO 是一个什么 现在就不关闭 它就是一个NFRAME 你叫它一个NFRAME 然后呢 如果它是right hand 就当这个局 这个行列是大于0 小于0 就Other voice 它不能等于0 因为你是这个什么 你是independent vectorist 所以这个 DETEMENT不能等于0 那么大于0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是一个Orientation 所有right hand frame是一个Orientation 然后呢 同时所有的left hand也是 然后你考虑一个线性的同构 就提总RN到V 然后呢Orientation到V 它的Orientation呢 就是所有的 这个Frame 其中呢 它是right hand frame 好 然后 你看这是有一个例子 然后 这个定理呢 就很简单 它证明特别简单 所以我就 它主要就是 就是这一步计算 然后你再用 行列式的性质 你就 就能得到结果了 那么它这个定理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H如果是个 非期矩阵 可逆矩阵 然后呢 让H呢 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让A1到AN 是一个Frame 那么 如果 这个C 这个矩阵的行列 是大于0的话 那这两个Orientation 是一样的 就Determined 它和Determined 它都是正的 或者都是负的 同号 Same orientation 小于0的话 它们就是Opposite 然后呢 后面 我就不写定 我就懒得正了 我就 我就 我就把这个所有的定义都过一遍吧 Orthogon 正交 就是说它们的内积为0 如果A不等于J 那一组相量 对吧 然后呢 如果它和它自己的正交为1 对吧 反正就像那个标准正交机一样 线性带入的东西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这样子的四集合呢 永远都是什么 Independent 因为 你看如果你假如它等于0的话 你take dark credit to A 就是你 你这样子 AI 对吧 那这边呢 这边呢 就会剩下一个这个等于0 这边呢 0AI那就等于0 对吧 你就会剩下一个这个等于0 但是这个呢 不等于0 也就是这个等于0 你对每一个的你就说 你就能 真出来每一个DI都等于0 也就是说它是这个什么 线性无关的 Orthogonomatrix 其实它是等下于什么 等下于它和它的 Transpose 应该是它的什么 转质 它和它的转质相成 就是它的转质是它的逆矩症 就是Orthogonomatrix 然后呢 所有 就是所有这个Orthogonomatrix 它构成一个群 你这个二元印算就是这个 矩阵乘法 它构成一个群 然后呢 Transformation 如果你构成一个H 等于这个 一个Orthogonomatrix 乘X 它就是Orthogonotransformation 然后呢 你这个宝 就是什么等距变换 是吧 Isometry 等距变换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Wang 应该就是 反正就是距离一样嘛 你看 它的膜 你印过去的这个集合 它之间的距离呢 比如说你 你这两个X Y 对吧 你在这里 印过去 你这里是什么 还是 X HX 它们的距离呢 和这个距离呢 和这个距离呢 equal 对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 这个 薄角变换的这个 性质 是Isometry 大线简单 它这个 Preserve Dark Products 它Preserve Dark Products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它等距的话 那它的 那 这样它等距 那它的这个 内积也是相等 那么这个证明 就略过了 就是计算 然后呢 就是Isometry 大线简单 它是一个 H0等于0的话 那它 大线简单 它是一个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所以说 你下一个定理 就是说 你一个等句变换 任意的 大线简单 它是一个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Followed by Transformation 就是 你再Transform一下 那这个按这里 然后这个Section 就结束了